我大概九点多下班回到家 回到家之后呢 我是要来厨房拿东西的 然后我进来之后 看到这边就是一片狼藉 反正我的桌子上 包括这里就是台盆啊什么 都是乱七八糟的 然后他用的那种 没洗干净的锅 全都放在这里 然后完事了呢 我就去敲他门了 我说是不是你用了我的东西 然后他说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你的 然后完事了就给我洗掉 王女士说 这位室友是九月份搬进来的 自己下班很晚 周末也常常出门 直到11月3号晚上才知道 室友一直在用自己的厨具 自如管家给他们拉了个裙 室友当时道了歉 并表示可以补偿一定的费用 你用了我的厨房用具 我说实话这个挺脏的 因为这个都是做吃下去的东西的 大家也非亲非故 只是合住在一起 这个东西万一比如说 你有什么病症啊什么的 这还涉及到什么 其他的后续问题呢 那你给我使用费 并不能解决我的问题 因为我说实话 我现在是要把你用过这些东西 给他置换掉 群聊记录中 王女士提出了 450亿元的置换赔偿费用 室友觉得价格不太合理 一个我是第一次住这边自如 我是真的不知道 你这边是公用的东西 然后第一时间我给你道歉 而且我跟你说很多遍 对不起 真的是很 当时你也是知道 我是很诚恳的道歉的 然后我也第一时间 就把你的锅给洗掉了 然后第二天早上 我六点钟 我就去自己买的锅 小周说这些厨具 就放在公用厨房 他不知道是王女士的东西 双方现场核对 小周之前使用了铁锅 锅铲 岸板 刀具和油 我新买比如说这样的一个锅 会产生多少费用 然后需要你来承担 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 不是说这个买来 买来我三年前买来是多少钱 然后你现在再赔我多少钱 不是这样一个概念吗 但你新买你估计大概要多少 这锅如果新买的话 差不多比如我在网上买 那差不多你要150左右吧 我自己这个锅 你知道我买多少钱 我自己买了的锅铲 我这个锅买了50 你那个要150 随便你 那这个是什么 就是说 就是说我可以接受的是 你那个用过的东西 然后折价 然后折价折了多少 我可以给你多少 就相当于我把你的东西 旧的给买了 然后你去买新的 后来双方各退一步 小周愿意赔偿200元左右 王女士同意了 购买这些东西的订单 他会发给小周确认 188黄剑 记者报道